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思情未了 轻轻河边草 悠悠天不老 野火烧不尽 风雨吹不倒 轻轻河边草 绵绵到海角 海角路不尽 相思情未了 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有一句话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 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恒 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在不停地迈向死亡 今天看到消息 琼瑶女士 琼瑶阿姨 琼瑶奶奶 她偏然离去了 在台湾新北市的家中 她离开了 这三个称呼呢 是三代人对于她的称呼 她也带着我们所有这几代人的青春离去了 初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呢 心里有一种悲哀 悲哀的是我们自己的青春 其实并不是为她而悲哀 于是呢 我就读了她在社交媒体上的那封遗书 亲爱的朋友 知音们 不要哭 不要伤心 不要为我难过 我已偏然地去了 偏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 代表的是自主 自在 自由地飞翔 优美而轻盈 我摆脱了逐渐让我痛苦的躯壳 偏然地化为雪花飞去了 她的这封遗书让我了然 了然是为她而了然 我记得几年前做神经内科医生的时候 见了太多的生死了 当面对患者病痛时 面对浑身插满了管子的病患时 每个家属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有欣然拒绝抢救 让病患自然地离去的 也有不惜一切代价动用各种设备 延续一两周 两三天的生命的 有安然镇定的 有生死力竭的 各种各样的人性 在死亡面前一文不值 都只是对自己人生的态度罢了 记得前段时间有个叫沙白女士 选择去瑞士做安乐死 当时社交媒体上各种各样的谩骂 甚至是我比较信任的国内的一个 医疗的媒体平台 也发文说 沙白白去做的这种 不是安乐死 而是一种叫做协助自杀的 我觉得很不屑 因为那些没有体会过 他的痛苦的生者们 有什么资格去评判呢 前几年的时候 国内深圳曾经政府推动过 这个生前欲主的合法化 生前欲主的法律效力这块 这种努力无疑使深圳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但是一个不认可安乐死的社会环境 生前欲主是没有办法推下去的 没有安乐死的相关的法律法条 生前欲主只是一个空头支票罢了 我不相信有哪个医生 在面对患者家属要求抢救的时候 你还能去考虑生前欲主而拒绝抢救 如何体面的死亡 或许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他最后需要面对的终极问题 终极挑战 乔佛女士的遗书 给这个浪漫主义的作家最后的时间 盖上了一层浪漫的面纱 如他所愿 他在这种偏然的飞翔中 安然的离去了 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舍与留恋 而他即便在行前还是想着告诫年轻人 不要轻易的选择死亡 死亡呢是生命终点最终的抉择 而不应该是生命中途 面对挫折时候的一种选项 他希望年轻人都像他一样 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以后 活到八十六七岁 再来面对这一切 并且他希望到那个时候 他希望人们已经找到了 可以更人道的方式 来帮助老人们快乐的归去 这就是琼瑶女士最后的时刻 引用琼瑶女士在《易亡夫》中的那句小诗中写道 不如归去 多少往事已难追忆 多少恩怨已随风而逝 两个世界极许痴迷 几载的离散欲速相思 这天上人间可能再聚 听那杜鹃在林中轻蹄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啊 不如归去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 很长时间以来呢 看到了很多很多 关于安乐死 或者说自杀的一些消息 怎么说呢 很多社交媒体上对于这两个问题呢 它的边界是很模糊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 想说的是 人们的这种死亡教育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或者说我们很多人在整个的受教育的过程中 对于死亡是回避的 而不是一种正式的态度 还是说回到村上春树的挪威森林那本小说 那本小说是一种 对于死亡 对于精神疾患 对于自杀的一种讨论 女主角 是在精神疾患的这种病痛当中 欣然的选择死亡的 并且呢 男主角和女主角共同的朋友 女主角的前男友 也是在一种痛苦当中离去的 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 看到这本小说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他们这种选择死亡 在我当时看来 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现在想来 尤其是做了很多很多年的医生以后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真正的痛苦 只有病人自身才能感受到 而且这种痛苦 不只是说躯体的这种疾患 就是这些个精神疾患的患者 其实也非常非常痛苦 尤其一些心理疾患 我记得我做医生的时候 因为在国内做医生 是压力非常大的 有很多年 应该说是至少得有六七年的时间 我都是在一种焦虑和抑郁的状态下 度过的 一旦面对患者 尤其是面对那种重患的时候 人就属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 而当你释放下来 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空虚感 而且又由于这种颠倒的作息 经常你会发现 当你下夜班休息睡觉以后 当你在下午醒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人的那种空虚感就熄上心来 你会觉得你不知道你在哪 你不知道你是谁 会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在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情绪下 人就处于了一种焦虑抑郁的状态 我知道国内有很多很多的医生 都是这种状态 其实不只是国内 即便是在欧洲 在美国 也会有很多的 在高强度压力下的这种医生 会有相似的状态 这种情感 这种病痛 是每一个没有体会过的人 没办法了解的 所以 人到了什么程度上 对于他的这种生 是没有办法再去坚持下去的 我不知道 但是 我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每一个人应该有自己选择体面的来 体面的生 体面的死的权利 好吧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 希望大家对这些个无论是安乐死的人群 还是像琼瑶女士一样 多一分宽容 好吧 谢谢大家 对 好